郭文貴議員 但是我會把這個PowerPoint留在我們工作同仁這邊 廢後如果有需要你們再向他Copy還是這樣 我這個電子檔啊 我會留一份的位置 剛才我們上課我想可能講個笑話好了 因為這個休息回來 當老師最怕的就是說下課回來以後 大家可能要一段時間才會把 最好的方法就講個笑話 說一個笑話來說 我覺得來這裡很親切就是說 我們這裡都講台語都會通 因為有時候在校教學來說 你全講台語 我現在的孩子有什麼 你跟他講台語聽不懂 所以來這裡覺得很親切 說台語也會通 這樣啊 好聽你如果台語講得好 我就是台灣人 我當然也台語講得好 好 好 我就說一個跟台灣有關的 這個是笑話啦 就是說現在的孩子 因為現在的年輕的女孩子 有的台語是說得好 真的喔 真的喔 這是網路的笑 有一台航空公司 有載了一團的阿公阿婆團 然後 你知道飛機要降落以前 都不知道空中下來要廣播 對齁 那廣播的研究是這樣 我們用法醫來講 就是 各位阿公阿婆 大家好 我們的目的地要到了 請準備好你的行李 我們要準備著陸了 等一下大家就慢慢走 我會在門口跟你們說拜拜啊 這個空中小姐她是一個很年輕 她就不會講台語 然後她就怎麼樣子 她就把她直接用 她要用台語話音 她就把她直接用 她要用台語話音 她就把她黏出來 為什麼 國語公罵 我們的問題要搞 請準備好你的行李 我們要準備路途了 大家現在慢慢走 我會在門口跟你們拜拜 講起來來講 這個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要想想說 現在是不是 現在的小孩子的台語都這樣 那我是認為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個呢 因為就是說 這義言來說 其實是最好我們能夠說 一個越多元的語言是越好 像我們去那個瑞士啊 去德國啊 人家瑞士 德國他們也是多種族的一個國家 人家被誰來講 每一個都可以講四五種語言啊 他們可以講英文講德文講話文講瑞士話 其實人家這種國家是 那我們台灣來講 都一直是只有強調要講華語 我們就即使我們拋開這些所謂政治性的考慮以外 其實這個並不好 台灣其實是非常多元的文化的一個國家 我們應該是要鼓勵過 包括 包括國語以外華語以外 我們要鼓勵台灣化 我們要客家化 甚至我個人也很贊成 我們有一些原住民的語言 你現在把原住民的語言把它消滅了 其實我覺得說也是非常可惜啊 我是認為說 其實一個國家來講 如果說是多種語言的話 你看這個瑞士或者是德國的話 如果說各位有去那邊的話 你會發現說 人家那裡的國民的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講很多話 那我們台灣所在的 我們有這個條件 我們本來這個台灣這個海島上 我們雖然很小 但是我們有很多樣化 我們除了說國語以外 我們台灣化還有客家化 真的還有很多的這個什麼 原住民的語言 而且原住民的語言也有很多種 那如果說就是把這些都把它 蠻可惜的 不過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專業啦 而且也不是我們今天上課的主題 我只是剛剛在講一個笑話 透過這個笑話的話 可以讓大家把這個 跟休息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結束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接著 我們再來我們就結束 我們就再來說 我們下一個議程 我們這個單元的話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這個預算書的範例 這個每一個單位都編一本 像這樣子的預算書 那每一年來講 我們所有的行政單位 基金單位來講 編起來來講好幾百本 我剛才有講 我剛才有講 每一年來講 那個工友 他送給每個立法院 都要用推車推好幾車 那我今天我是只有帶 這本算是最單純的 就是立法院的預算書 那我只有帶一個這個樣張 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想可能各位以後如果說 我們都是有可能當議員的時候 我們也是不管你是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 大概他的預算書的內容 大概就是固定是這些 那所以我只是說 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換例的一個介紹 那預算書的封面 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一定是說 你這是哪一個年度 這是一個年度的 每一年的話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今年應該是去年審查 103年 104年的還沒有出來 可能9月份開議之前的話 會把104年送來 那現在是103年 那這裡是什麼 這是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我們剛才有講 有總預算 總預算是中央政府 那下面是什麼 單位預算 單位預算就是什麼 這個是立法院的 那是誰編的 立法院編的 這個是任何一本預算書 大概的封面都是長的 這個這樣子 好 那這個的話 是一個比較重點 就是說那 預算書的話 像剛才我 大家看一本 來說是薄薄的一本 那有的單位 像交通部的 它就厚厚的這麼一大本 但那是說 你不同單位 你的地方 但是它裡面的內容 可能都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它的內容架構 對不起 它的內容架構來講 都是包含這些 每一本預算書裡面一定是都 第一個就是要有一個什麼 預算的總說明 這後面看得到嗎 可能看不到吧 好 沒關係 看不到的話 我用唸的 那你們如果要看的話 可能自己再看 這個可能效果沒有 這個 它大概它的內容都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總說明 第二個是主要表 第三個就是戶書表 大概就是這三個部分 那不同單位的話 它有不同的內容 那總說明的話 是任何 任何一本的預算書裡面 都一定會有個總說明 然後再來的話 一定也會有什麼 有一些主要表 這主要表的話 都有這三個主要表 一個是什麼 稅入 稅入來源別的預算表 這個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稅入來源 就是說你這個 你預算 我們知道說預算裡面 我們審查來講 重點不是在稅入 但是政府在編預算書的時候 一定也要編稅入 你錢從哪裡來 那這個稅入來源別的預算表 還有什麼 稅出的那個正式別 正式的正式事物 就是說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你正式別的預算表 還有第三個就是什麼 稅出的機關別預算表 這個是任何一本預算來講 這個都是要有這三個表 所以總說明還有這個主要表 這個是每一個單位的 預算書都會有的 那再接著的話 那再來就是說有附屬表 那附屬表這個就可能就是 也幾乎都是大同小異 每一個單位的話 所有的表都是這些表 但是可能它的內容 可能有的像立法院 算是說相對它的正式 立法院是比較單純的單位 它的收支現在 它不像像經濟部交通部 它下面的很多的單位機關又多 然後可能它的這個事業單位 就相對收支就比較複雜 所以他們的預算書就很厚 立法院算是說 它的證物來講 算是相對比較單純 所以它就是只有薄薄的一本 那它的這個表的話 附屬表的話 大部分就編了這些 那這些表的話 每一個單位大部分都是這些 但是內容可能會不一樣 或者是說可能有的還會有一些增加 那立法院因為是一個比較單純 所以這幾個附屬表都是 幾乎都是一個什麼 基本的這些附屬表 當然立法院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 那如果說有的單位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別的表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總說明的話 這個總說明的話 大概每一個預算書 以算書來說一定都要有這個總說明 那總說明就是一些它的一些係數 就是說介紹一下它這個單位 它這個機關是什麼 比如說教育部 它就會講說教育部 它的目標它的是做什麼 然後再來的話 總說明裡面也會介紹說 它今年年度的這些計畫施政方針是什麼 然後再來的話會講說 那它今年編這個預算 它是怎麼編 或者有哪些重點 要說明要交代的 都會在總說明裡面加以係數 這是每一本預算書都會有個總說明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剛才有講第二部分就是主要表 那主要表包含三個表 都有哪三個表 第一個就是稅入來源別 請注意這是稅入的來源別 你這個表的話就是說 你裡面就是說 你今年來講你有多少的稅入 那稅入是從哪裡來 那當然這裡面這個就是一般 我們報表的表達方法 這些詳細的話 等各位如果說實際上 在進行預算審查的時候 你現在我們現在有個概念 但是這個詳細內容 我們到處去看 所以這個是一個稅入來源別 那再來的話就是 稅出的正式別 稅出正式別就是 剛才是講稅入 現在是講稅出 那稅出的話是按照什麼 這個你要做些什麼事 它就按照你的 這個你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它就是說你稅出 比如說你稅出一百億 那一百億你要做什麼 這個比如說像教育部來講 它可能就是說 這個給各級學校的一百億 比如說各級學校 可能就佔了五十億 或者是人事會是多少 什麼費用是多少 這個正式別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主要表還有第三個就是說 稅出也是稅出 但是它可能就是按照什麼 剛才是按照正式別 還有一個是按照機關別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表裡面還是什麼 預算編制裡面還是稅出 會比什麼 比稅入來的什麼 詳細一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戶屬表 戶屬表就密密麻麻的 就很多表對不對 那可能不同的單位 有不同的戶屬表 那我們就舉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是 它是按照稅入項目的說明提要表 剛才我們有一個 主要表有一個稅入項目對不對 但是剛才那個只是一個會整表 那你因為每一項來講 我們可以再來加以說明 那這個就是一個戶屬表 那戶屬表就有很多種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是跟大家介紹的是 有關這個預算書的一個範例 那我們那個因為那個比較沒有 那個只要實際上去做的 你只要看到樣張或者看到實際上就可以看 那我們要跟大家看的是 就是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那我們在預算編制的時候 我們常見的這些缺失啊 我列了可能我們進行預算審查的時候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注意的是 一有哪些常見的缺失 我們可以特別來注意審查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的編制 為配合全國總支援的供需模式 那你只要說你的預算的編制來講 有沒有跟我們整個的 這個全國的這些政府的這個供需模式 是不是有符合啊 這個日本來說 日本安倍晉三來講 他提出了什麼 三支劍對不對 他振興景氣對不對 那可能這就是他的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政策目標 那我們台灣要見前財政方案 我們就會看說 你是不是跟這個 然後這一個 總支援的供需模式來講 我們要來看的話就是說 你這整個的益順跟整個 像我們最典型的例子 就馬英九總統他以前講633 那個我們的 他如果講633的話 這個如果說他說的是真的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 那你看我們的預算應該要怎麼呈現 我們的GDP 我們的成長力要怎麼樣 按照6%來估計 你想說這種預算可行嗎 我們從馬英九上台以後 我們什麼時候我們的經濟成長率超過6% 搞不好連打折腰折3%都沒有啊 對不對 那個以前的那個 銀啟銘的那個什麼 還在講那個什麼 我那個金花會在講說 金花會叫做我們 這個總估算的那個總圓頭 他也在那邊估計什麼 2% 3% 4% 結果多少 我們的經濟成都是1%多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這個預算 你有沒有配合這個 你這一個整個的模式 你如果說沒有考慮得比較精確一點的話 你這整個的預算 叫不叫預算 那叫什麼 叫做亂算啊 是不是 那叫做什麼預算 那個就是亂算 那亂算是什麼 你叫個小朋友小學生來 他也要 要用什麼 用半包啊 對啊 對國民黨黨產也是 也是一個很 不過那個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 那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啊 那第二個來講 常見的缺失 第二個缺失就是說 他稅入低估造成國家資源閒置 扭曲公債政策 這個 前幾天的報紙 前幾天的報紙 有的人說我們的 就我們今年的那個什麼 營所稅啊 稅收超真的兩百多億啊 大家 大家聽到這個消息 看到這個消息的話 是怎麼樣 該給我們財政部什麼 拍拍手鼓鼓掌呢 還是什麼 該不該 其實 其實 你這一個稅收超真的話 其實 這個是代表說什麼 代表你當時你預算就 偏的什麼樣子 偏的就是 就是低估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低估 如果我是財政部長 我會比較喜歡高估還低估 低估 沒有低估啊 因為低估怎麼樣 我的績效會比較好啊 那我會超真的 我要覺得說 一般老百姓 可能會覺得說 那不錯 我們的財政很好 我們的稅收超真的 但是你如果進一步去想的話 超真的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當時編的話 就是低估了嘛 所以你現在很快就超真 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的景氣真的是很好 但是我們知道說 台灣是不是真的景氣很好 沒有啊 所以一定是什麼 是當時是低估了 那低估的一個效果 會怎麼樣 因為你低估了以後 你收入低估了以後 你很多的支出的話 你很多的資產就會閒置 而且你錢不夠的話 你就要什麼 要去舉債啊 所以也扭曲了我們這個 政府公債的一個政策啊 所以這裡面來講 這個那個稅收低估也是 一般很多的這個什麼 在編預算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常見的一個疏失啊 那很多的這一個財政部 他會用什麼樣子 用低估來講 他會考慮什麼 他會達成率會比較高 第二個怎麼樣 我們在座有沒有寫會計的 都沒有 寫會計來講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原則叫做什麼 穩健原則啊 會計有一個原則是沒有 是有一個穩健原則 就是說我們不要高估收入 不要低估支出 我們要穩 會計的表達要穩健一點 但是在這一個財政的預算的時候 這個穩健原則適不適用 不適用 其實你穩健來講 反而是你的什麼 代表就是你的什麼 你的估計錯誤 然後會造成更大的一個後果啊 所以在我們會計上來講 我們有講一個穩健原則 但是穩健原則 在預算的時候 是不適用的啊 所以我們 第二個常見的疏失就是 他會低估收入啊 那第三個就是 歲出結構無法發展 各項的國政啊 那我們去看的時候就是說 他的歲出的這些結構 比例是在哪裡 有沒有偏重在哪裡 在以前來講 我們中華民國的預算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 我們的支出的結構來講 有很大的比例都在哪裡 在國防預算啊 國防預算 佔我們的預算比例偏高啊 你說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嶼 然後養那麼多的國防 那麼多的部隊 養那麼多的兵 這個是什麼樣子 我們的這個歲出的結構 那你這個國防預算增加 增加了以後 會造成什麼樣 你會排擠其他的 這些經費的支出啊 所以我們也可以 要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看說 他的結構有沒有 有沒有失衡 有沒有均衡這樣子啊 那這幾年來講 我們經過的各種的民間的 一些緩運以後 國防預算是一直有減下來 但是我個人 還有個隱憂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被推動 我們現在國家的部隊 已經是少了很多啊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我們部隊少了很多 但是啊 我們現在這幾年來講 我們要推一個什麼制度 募兵制啊 募兵制 不是說募兵制不好 但問題是募兵制要花很多錢 對不對 你說募兵制來講 你要花很多錢 你說我剛才剛才講 以前我當兵的時候 當義官一個月當兵 薪水2,400塊 那個二等兵一個月800塊 都很少 都很少 說得來 那麼少怎麼辦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沒有啊 也沒有怎麼辦 那個反正就是 男生一定都知道 要做兵啊 不然怎麼辦 也沒有人在抗議說薪水低啊 但是你現在如果說是 改為募兵制以後 那你那個薪水來講 可能就不是 像以前那麼低的 薪水來講 像現在他們不是募兵 一個月薪水不是要加起來 連各種的加起來 要超過4萬塊 一個士兵而已啊 然後而且還有一個是什麼 你要知道說這些當兵的 像我們一般人 可能你要工作25年 年滿65歲 才會退休對不對 你才有可能領到退休金 當兵來講 他們可能服役滿4年就可以退役 那4年退役以後 那6年還幾年 他們就可以變農民 然後他們就可以領什麼 各種的農民的給付 退休金農民給付 那變成是說 他可能當兵當4年 你政府要養他養一輩子 而且養這一輩子 不是像我們一般人 我如果我65歲退休 可能再養的話也還好 也還只有一小段的時間 但是你知道說 如果20歲當兵的話 四五年退休 才不到30歲就退伍的話 那以我們現在人的平均送兵 都八九十歲 政府還要養幾十年耶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前坑 所以我們就要看一下說 我們這個以前國防經會 佔很大的比例 現在是有改善 但是還有一個隱憂見證 再慢慢再形成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要 馬英九要推動這個募兵制 募兵制這個好不好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問題是 我們如果就財政 就預算的觀點來看 這個募兵制還有很多地方 這個還是要考慮一下 那第三個的話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 我們在今年的預算 我們也要考慮的是說 中央集錢的財務結構 我們台灣來講 從早期國民政府來台灣的以後 他來台灣 他不是台灣動作是一個國家 他只是把台灣當一個什麼 反共復興的一個基地 所以說他很多的經費 很多的錢都是要什麼 要做這個反共大陸做準備 所以他會不會把錢下放到地方 不會他當然就是中央集錢 中央集錢集中所有的資源 他才有可能反共大陸 所以以前我們都是中央集錢的 我們現在的財政收支化文法 也都是中央集錢的制度 那中央集錢的這種財務結構的話 會影響到地方自治的發展 這是台灣的預算 從以前的一直都這樣 那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為什麼認為說 這一兩年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什麼 因為這一兩年來講 台灣的這些地方組織又在做一個大的變革 我們從這個改為五都 今年又變成六都對不對 那個地方自治變成六個直轄市 以前一開始是只有台北跟高雄 現在是變成六個 今年連什麼 桃園也要變直轄市 那你想想看 這整個的地方政府 這個變動了以後 我們中央跟地方的財政有沒有不平衡 這個問題是要考慮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 那你我們的預算來講 我們第一個中央跟地方不平衡的話 我們這個錢 預算能夠用到地方的就有限了對不對 有限的話現在又直轄市又那麼多 他們又分走了一大部分去的話 那剩下的是其他非六都的這些預算要怎麼辦 所以說這些的話都是我們要來看的 我們的這些中央跟地方的財務結構 這個都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 這也是說很容易發生的 我現在是把說我們最近可能會看到的 跟大家做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科目的編制的不當 隱藏性的預算嚴重 這個我們知道說像我們大家不是很多立法委員會 會在那邊叫會在那邊罵說 你這個預算編得怎麼樣怎麼樣 國防預算太多 那政府一個方法好吧那我就減少 怎麼減少 他不是支出減少 他只是把這個什麼 把他的一些項目把它隱藏到 塞到別的單位 這個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說國防預算太多的話 那他就把什麼 國防部很多的比如說像三軍官校還有什麼政戰協校 這個 他這個名稱都有個協校兩個字 但是他跟一般的協校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他其實他的一個目的 你說三軍官校政戰協校 其實他的目的是要培養三軍的幹部 培養軍官的 這跟一般的協校教育怎麼一樣 但是沒有他就把他說對這個三軍官校政戰協校 這個也是協校 所以這個也是教育 所以他就把這幾個的預算編到哪裡 塞到教育部裡面去 所以國防預算馬上就少了很多 那你說這個合不合理 這當然不合理啊這個就是什麼 他科目的編制不到隱藏性的預算就非常的嚴重啊 那這個像這種來講 我們這個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注意啊 他可能有哪些的這些隱藏性的預算這樣 那另外再來的話 兩年前的話不是政府含的是什麼 這一個政府組織再造嗎 那政府組織再造的這個主事者就是那時候的什麼 研考會的主委叫做什麼 就江儀化就現在的行政院長 那組織再造完成了以後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應該給他驗收 驗收什麼 組織再造來講 大概會我們認為說組織再造 組織精簡來講應該有兩個東西要 這是一個起碼要達到 一個當然就是人嘛 一個就是錢嘛 但是我們知道說組織再造的話 我們這個人來講 今天沒有時間去講這一部分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說 組織再造在我們這個人事來講 並沒有精簡啦 那公務員的人數 並沒有減少 達到一級的減少 而且反而還增加了很多什麼樣 派遣的員工啊 現在我們這個社會上 最大的一個派遣員工的僱用者是誰 是政府單位啊 那這個的話代表是說 我們組織再造 我們在人的方面有沒有減少 有沒有達到效果 沒有 那剩下現在來講就是說 可能今年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減少說 那他的人沒有人營失敗 那錢有沒有達到效果 就是說他的預算有沒有 有沒有達到說怎麼樣 預算減少的一個效果 那我當然現在104年的預算 還沒有來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可以猜測 大概也做不到啦 你說這個他這個組織再造 可以節省多少經費 這個大概我個人是認為是不樂觀啦 他最多只是說把怎麼樣 明目上的經費降低 但是他可能各種隱藏性的 或者是這種派遣人力啊 非正式人力的支出 可能又大幅的增加 所以這一塊的話 像今年的預算審查的時候 等9月份新來的預算書 這個也是一個審查的重點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尾辦補助的費用糊爛 這個 而且我個人認為說 像這一個 今年來講年底又是什麼 地方選舉啊 這尤其是每到險幾年的時候 政府的各種的尾辦補助費用就會增加 那這些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說 你增加這些尾辦的這些 費用的話 你是要用來廣結人脈 是要綁裝的呢 還是說你要來尋求你這政策的資助 還是只是充當你的這些政策的門面呢 這些都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要來注意的啦 這個 那個 上個月 上個月底 那個立法院上個會期最後一天 不是趕著要通過那個什麼 那個治水預算嗎 對不對 治水預算有沒有人敢擋 沒有人敢擋 因為講一句實在 這個治水預算 因為哪一天 台灣哪一天做大罪做紅毯 大家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 你如果做大罪做紅毯 如果造成損失啊 有人人也死亡 大家就要檢討 為什麼沒有錢 沒有錢這個 沒有人敢擋 我想包括國民黨 民進黨 排連黨 沒有人敢擋 但是 這個國民黨就吃定說 大家不敢擋這個治水預算 但是 我們很在意的就是說 那你這個治水預算 那麼多錢花下去啊 是不是真的 你如果說把這個錢用在治水 真的 講一句實在 也不需要擋 而且甚至是要贊成 但是 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這個治水花下去以後 他是變成選舉的什麼 給他的綁裝的一個工具啊 這個 因為尤其我們知道說 這一條河做的 你要做提防 做什麼做什麼 這個有多少的 那這裡面很多來做的這些工程啊 這些營造廠搞不好都是怎麼樣 他們地方政府講好的 你給我這50億給我100億的這個經費 那我就找幾家 就把它什麼 把它消化掉了 這種東西來講 是我們認為說 這個政府預算裡面 有很多的這些委辦或補助的 這些費用很糊爛 但是這個糊爛來講 它背後的動機或執行上來講 可能這個就要很在意啊 那像這種要怎麼辦 各位如果以後 我們如果當議員的時候 不管你是在中央 這個可能 甚至有時候地方議員也會有關係 就是說可能 我們不能夠去把之後 這種經費我們 我們不支持 因為不支持的話 因為這人命關天 我們絕對不能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 我們要想一些怎麼樣 它可能會產生的弊端啊 我們剛才有講 講說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 附帶條件 你這個錢我同意讓你 預算讓你過 但是你這個錢的話 你要採用什麼 你要採公開招標的方式 你不能採限制招標 可不可以 因為你知道限制招標的話 以地方政府他就可以去找誰 找一些他認識的人 或怎麼樣 或者是說你這些錢 只能用在直接的什麼 直接的施工的工程上面 跟治水有關的工程 這個 講到這個例子 這個有時候想想 有時候也會很生氣 這個我們八年八 上一期的是 現在是六年六百 上一期的是八年八百億 我是給他看的話 八年八百億 有一些地方政府來講 他把這個治水工程拿去做什麼 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幾 百分之二十幾 比例很高 百分之二十幾做什麼你知道嗎 他是做工程 但是做什麼工程 景觀工程 你會覺得說 你用景觀工程來治水來防洪 這個是真的有時候 你要想想說 這個我們台灣公的 看得很會透過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你這個錢這個是民子民 而且有些錢 你如果說你亂花或者是什麼 那個我們 但是這些的話 真的就要想說 哪一天真的 颱風大水來的 這個人命財產的數量 會不會損失 這種東西 真的你看 就給他看的話 就有的政府 百分之二十幾在做什麼 景觀工程 我們知道說 你景觀工程 我們也不反對你要做景觀 但是你景觀工程 你就另外編景觀工程的預算 你不應該把這個什麼 治水工程 就把它當成什麼 就有錢 扯上邊就把它用掉這樣子 我們認為說 這個錢該治水 該就要治水 不應該去那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委辦 或者是這種費用的話 這個要嚴加監督 當然他們解釋說 沒有啊 現在有什麼 現在有什麼 當然本身我不是學工程的 我不是很懂 但是 他們講講說 這一個 現在有什麼叫什麼 自然工法 什麼樣子 這個就景觀 但是我是認為說 不管你什麼工法 那只是一個工法 但是你錢的用途來講 你該治水 你就還是治水 你不應該去那邊 鋪那個什麼 鋪草皮 鋪什麼那些 那個 真的 那我的認知裡面 正在水的時候 真的 颱風做大水 你草皮那種東西 絕對沒有辦法來怎麼樣子 來防洪嘛 那種東西 你是可以提升這個生活品質 但是那個你還是要回歸到另外一個 你另外編預算來那個 那第八個的話 就是考察會議的必要性 現在是 這個 很多的這個考察必要會用 最 最典型最經典 以前不是台東的縣長嗎 那個叫什麼名字 一個台中縣長女生 不是有個女生的縣長有沒有 那不是被人家罵了罵死了說 他那個整天都在什麼 考察會議什麼 就出國這樣子 這個是像這種的話 也是各單位還是存在很普遍的現象 那再來的話就是 各機關的小金庫林立 這個像我剛才講的很多 像那個故宮 故宮來講他照理講是屬於 以前是文化教育部的一個 所屬的單位對不對 那但是他就是把他的什麼 員工的一個什麼 合作社啊 那合作社我們本來想說 合作社有什麼 員工的合作社那個應該是 像我們每個單位都有什麼 都有個合作社 那應該是很小 但是問題是 故宮的員工合作社那個規模 那個一年的營業額很大 一年營業額好幾億啊 為什麼 因為他賣的很多都是那種 有時候我們去故宮 我們朋友來我們會帶他去故宮 外國的朋友來我們會帶他去故宮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會不會買一點 會啊總是對那些外國來的 他們到故宮都要那個就買 尤其像現在路科那麼多 你說那個賺不賺錢 賺錢 他們就是要把它變成是一個什麼 他們故宮的一個小金庫啊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是都不能講太多 但是我想只是把它講到 以後如果說各位在審查的時候 可以往這幾個方向去思考 那第十個就是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常態化 我們知道說追加預算 或者是特別預算 照理講應該是什麼 重大事情或者是緊急事情的時候 才有這個什麼 才需要動用到第二億倍金 用這些的 但是現在來講 你去看一下每一個單位 它的第二億倍金 是不是用得很糊爛 幾乎是什麼 變成是一個常態化的一個項目啊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政府來講 有很多都是 本來不應該是常態化的 都把它常態化 就像明天開始立法院又要幹嘛 開臨時會啊 對不對 那其實開臨時會的話 我們台聯黨我們是反對啊 為什麼要開 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很簡單啊 你開臨時會來講 一定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是有什麼突發性啊 重要性或急迫性 有這些事情你才需要開臨時會啊 比如說像前幾年 我們不是發生921大地震嗎 那921大地震 那麼重大的天災發生了以後 要不要趕快開臨時會 那當然要啊 你趕快開臨時會 你趕快動用這些 特別預算什麼 要救災 這個能不能等到說 那我們會期再來開 當然不可以 一定要開臨時會 那種的話它就有沒有正當性 有啊 那你看明天 明天開始要進行 立法院要開三個禮拜的 臨時會 那這三個禮拜臨時會 要討論什麼東西 第一個 第一個禮拜的話 要通過考試委員的人事案 第二個禮拜 要通過監察委員的人事案 第三個禮拜 要進行法案的審查 那你看一下 這個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這種案子 有那麼急迫性嗎 這個東西 是例行性的任期人事案 你應該在 在那個什麼 宴會正常常會的時候 你就要提出來通過 你為什麼要排到 這個修會的時候 再來開臨時會 有沒有正當性 而且台灣我們說 比較難聽 我們三年多沒有監察委員 那台灣也在 所以我是 我個人 在我個人來講 我根本認為說 這個零十二就不應該開 甚至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 這個根本就應該要廢掉 對不對 為什麼要廢掉 因為 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三權分立 我們五權分立 這個跟世界在 三權分立 根本就不需要有 考試委員監察委員 第二個來講 我認為說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 你看一下 這一次的考試委員 監察委員的名單 都是馬英九的酬庸的人選 對不對 這個哪一個考試委員 或監察委員 你會覺得說 他是符合社會的期望 連他們監察院 王健鑫他們的院長都說監察院 會掉算了 那我們還有理由 要讓他 為了這個來開臨時會嗎 那請問你 他們休會的 要去開臨時會的話 他們家裡醫生 是這家的醫生嗎 這家是要加班會嗎 沒有啦 這個沒有什麼加班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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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這個倒是 倒是很小 那個可能只有一些什麼 吃便當啦 什麼那些 那個會議的費用而已 那個金額 金額 金額是不大啦 因為 但是 但是 影響的是 整個的 那個憲政的制度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從國際潮流 第一個 違反三前分立 第二個來講 我們從這個名單來講 我發覺說 他酬庸性太高 第三個來講 你知道說 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的任期 你現在一任命就是六年 你馬英九你的任期不到兩年 你現在把他提名通過了 下一任的總統確定不是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下一任不能選了嘛 對不對 下一任的總統確定不是馬英九 但是下一任的總統 他根本沒有這個什麼 考試委員監察委員的提名權 這個合不合理 你這個人 你都已經要卸任了 你把下一任 而且 如果馬英九你下一任 還可能選總統 那你說 那下一任 你還說你可能當總統 你還在你自己的擴大範圍 下一任馬英九確定不能選總統 那他把這個提名完了以後 下一任的總統 連提名的權力都沒有 這樣合不合理 這個是不合理的 那只是說 馬英九一直要做 這個其實 我們跟他說 小孩聽小孩也聽 這只是一個基本上來講 這個 應該是 現在大家都猜測 他在幫他煮防火牆 他不要像阿扁這樣子 卸任以後就被抓去關 對啊 他可能真的 現在外面社會上有時候 他是在煮防火牆嘛 他不想要像陳水扁一樣 卸任以後就那個 一定的啊 好那這幾個是我們有關這個 常見的這些缺失啊 那接著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再跟大家 我們再進一步來看的 剛才來講 我們今天這個 課來講 我們大概已經是從 從這個 預算的這些基本 為什麼要預算 他功能什麼 一路講 講到一些他的範例 還有一些 那最後的話 我們要講說 那 預算審查的時候 立法原在預算的審查 他的實務上 一般是怎麼做啦 因為我剛才一開始 上捷克我也有講 講說 預算審查來講 他其實是很專業性啊 他其實是 基本上來講 你要有很深的這些會計審計的 這些觀念 這個基礎 數字你才知道 他數字表達什麼意思 他以南什麼意思 很有專業性 但是 預算來講 他除了這種 這種會計的專業性 他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他很政治性啊 其實有的時候來講 他並不是完全是 依照那個什麼 會計的專業 在進行審查 因為怎麼樣 因為立法院本身 就是一個政治單位啊 那他的整個的運作裡面 有很多是政治的考量 甚至 他是牽涉到很多這些 資源的分配 政治的角力的地方 所以在立法院的預算審查 在實務上來講 可能 剛才我們講的 都只是跟大家講講說 怎麼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或者怎麼樣 但是實際上作業上是 審查的這些實務的話 我們打算 跟大家介紹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例如說這個立法院你預算審查 預算審查你的法院依據 是根據什麼 那審查期間 那審查目的的總領 還有執行單位 在審查來講立法院 立法院來講審查 立法院只是一個領 但是立法院裡面 有很多種組成 有立法委員 有黨團 有預算中心 那不同的當 這些跟預算有關的執行單位 他們的重點是什麼 那查核的原則是什麼 還有 處理的階段 那我們大概就跟大家介紹 這幾個實務的問題 那法院依據來講 這個我們立法院 立法委員在這個 執行這個 預算審查來講 他的法院依據 大概最主要就是這兩個 就是預算法 因為這個預算法是規定的是說 剛才我們也有講了說 他裡面有規定說 你要怎麼樣審查 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都是 剛才我們有很多的 名詞介紹什麼 都是根據什麼 在預算法裡面 明文所規定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程序 大概這兩個是我們在 執行這個預算審查的 主要的一個法院依據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內審查的期間 通常那個 我們知道說立法院來講 立法院 現在立法院的 每一屆委員的任期有幾年 有四年對不對 那每一年來講 分成幾個會期 兩個會期啊 立法委員每一屆的 四年改選一次 所以每一屆的立法院任期有四年 那每一年來講 有兩個會期 所以總共幾個會期 八個會期 那這一個 每一年的兩個會期裡面 第一個會期的話 通常是都是 重點是在什麼 在法案審查 那第二個會期來講 就是什麼 預算審查為主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 第二年來講 通常我們下一年度的 預算 要在什麼時候 要在下一年度 開始之前 一個月是不是要審議完畢 要公告對不對 所以說他應該來講 在這個第二個會期的話 就九月份開始的時候 這個會期就要開始進行 這個預算審查 他下一年度的時間 所以在整個的預算法的設計 就是設計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在下一半年 好那所以 這個 預算審查的期間 就是在我們的每一年的 第二個 第二個會期 就是九月份開始 我們 第一個會期是二月份開始 第二個會期是九月份開始 所以九月份開始的話 就要進行這個預算審查 那預算審查來講 他通常來講 這個期間 審查期間 是九月開始來講 但他時間通常是先什麼 行政院所屬的機關 這就是一般的什麼 公務預算 那為什麼這個是先審查 因為這些的話 比較有急迫性 因為審查完了以後 他們這些都是屬於什麼 屬於公務預算 你如果這個沒有過的話 那這個公務這些比如說 行政院教育部 內政部什麼這些 他工作就沒辦法做 薪水都付不出來 所以說一定要就是 這公務預算的先審查 然後再來呢 審查再來是審查 作業基金纏事業單位 作業基金的話 比如說像協校單位 協校單位的話 你因為我們是屬於 一個校務基金的話 校務基金是 協校自己一個基金 那你如果說 還沒有審查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比較不會影響 我們這個公務的推動 所以說 它的次序一定是什麼 是這一個行政單位 再來是作業基金 跟事業單位這些 的預算審查 那通常來講 各位看一下 可能到九月份 立法院的會期 一開始的時候 我剛才有講 行政院就要把那個什麼 104年度的預算書 送到各個委員會來 送到不是各個委員會 各個立法委員的手上 那時候來講 九月份可能開始的話 就會有很多委員 開始在媒體上 就開始在講說 什麼編的怎麼樣 哪邊有問題 哪邊有問題 其實你真的眼看的話 由於審查時間通常都是在會期的中後段 那收到預算書的時候 你看那聽聽就好 因為那個 除了整體媒體的曝光 跟給行政單位 預告審查項目以外 基本上對行政單位 沒有任何耶穌力 或實質的影響力 所以說 各位如果以後要當議員的時候 你如果說拿到這個預算書的話 通常我們第一波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說 先簡單看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先發言 然後先表達一些意見 但是這個意見來講 它的效果來講 是只有媒體效果 或者是預告效果而已 那後來程序的話 還是要到這個中後段的話 從行政單位 在作業基金開始 那審查的總類的話 大概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什麼 策略性審查 一個是什麼 專業性審查 那策略性審查的話 就是什麼 政治性考量為主 這個 那專業性審查 就是以什麼 以相關的快審法規 或查核技巧為主 那這個什麼是政治考量 比如說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我們知道說 預算審查很政治化就是說 像我們台聯黨 我們很反對這個什麼 反對統一對不對 那現在陸委會一天到晚都在 什麼 要推動這個什麼 統一對不對 我們可以一個方法 我就 我也不用講任何理由 就是我的政黨的立場 我就是 反對你的親中政策 我把你陸委會的預算 全部都刪掉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個什麼 這個你說為什麼 你根據什麼 沒有根據什麼 就是我不爽 就是我不爽 你一整天要跟中國統一 那我就把你的什麼 你這個陸委會的這些什麼 跟中國的什麼 什麼協商 什麼這些交流的會用 我全部幫你刪掉 這個就是什麼 政治考量 那這種的話是什麼 這個我想 這每一個立法委員 每一個政黨 都有他們自己的這種 政策性的審查 那這種的話是 比較明確 就是說你 你這個 我們可以從這個來看一下說 你這個政黨的屬性 這個 那另外是一個 就比較專業性的 專業性的話 那可能就是什麼 我去審查的 我幫你刪 不是說 我看你不爽 而是說我找出你有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合乎法律的規定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種的話就是屬於什麼 專業性審查 所以我以後 我們在進行審查 食物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方式 這兩種的方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執行單位跟他的重點 那剛才我有講了一個 我們立法院 立法院只是個名稱 但是跟立法院 預算審查有關的 大概不外乎有這三個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立法院本身有一個什麼 有個預算中心 第二個的話就是各政黨的黨團 他也可以來審查預算 那第三個最主要的就是 每一個立法院都可以 其實在立法院每一個立法院都很大 每一個立法院他都可以自己提案 都可以自己來 來把你刪減預算 大概有關預算的審查 大概就是有這三個單位來進行審查 那這三個單位的審查 他們有他們不同的一個重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這個預算中心 預算中心 這是屬於立法院的一個幕僚單位 這裡面很多他們很多的研究員 他們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公務員 所以說立法院的審查的話 他們是一個什麼 他們是針對各當 站在立法院監督的話 他們會去審查說 這個行政院他們 行政單位他們編的預算 合不合理合不合法這個 所以他們是屬於強調的是什麼 審查的 中性的審查 他們比較沒有那些政治的考慮 沒有政黨的因素 沒有什麼 他們因為他們這些 預算中心的人都是公務員 所以他們比較中性的審查 然後政治性較低 那他們市場審查的意見就是什麼 比如說像這個某某單位 他的營運劑太多了 或者約聘僱的人員比例太高了 或者是財務結構不良等等 這些的話 這些的話都是什麼 都是可能找的是這些單位的毛病 但是可能政治性不高 那不管什麼 那這種問題很多是結構性的問題 而且這個行政單位對你這個 也很容易來解釋 你說我這個營運機太多 那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是什麼業務的需要 我們要這麼多的那個 比如說像附贈事務所 內政部附贈單位 我每天人民來申請戶籍等 當然我要很多的附贈 很容易解釋 什麼業務人員 例如說業務人員太多 他可以說這是配合行政院的人力的 意缺不符的政策 所以我公務員少了我就什麼 所以這個問題來講 行政單位很容易的就可以 你找很多這種問題很容易 他就可以解釋 對他能夠給行政單位的 只有他讓他很還他要回應 很麻煩這樣以外 那基本上對行政單位 是不會有很大的傷害 所以這種問題的話 每一年重複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這種題目是什麼 預算中心他會做出 他會進行審查 然後會列出來 一個list出來 很多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是什麼樣子 是我們知道 有些立法委員也都不做功課 我們有一百一十幾位的立法 一百一十二位的立法委員 不是每個立法委員都懂會計 而且也不見得每個立法委員都是 有的立法委員他是 要需要跑什麼地方的紅白鐵紙 甚至有的交際應酬 他沒有時間做功課 但是你不能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你都不發言 那所以有些立法委員就會去什麼 沒有做功課的時候 他也沒有適當的題材的時候 就把這些預算中心他們的問題 拿出來問一問 那這種問題的話 對政黨他所屬的政黨 或對他委員個人的形象加分 很有限 所以各位如果以後你們當議員的時候 如果說真的你沒有時間 或沒有辦法 你也可以去找這預算中心 這個都是什麼 現成的這個範例你要問 但是這個問是可以讓你有機會發言 但是問題是 對個人或對整個政黨來講 加分不大這樣子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 黨團 那黨團通常來講 他們預算審查來講 他們是會以黨的立場來檢視 政黨的施政報告 就怎樣來進行審查 這個通常黨團來講 會比較震戰在一個政策性的 例如像我們台聯黨 我們反對馬政府的親中政策 我們就可以把陸委會的 預算是變得太高的宣傳會 加以刪除 這個我就是不爽你 這個什麼 你要親中 那我就把你這個 你要跟中國的交流的宣傳會 我就把你刪除 這個沒有為什麼 這個只是符合我的政黨的主張這樣 那像去年來講 美牛案雖然說國民黨強行通過 但強行通過 以我們台聯黨來講 我們少數黨 你如果真的要表決 我們一定輸他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他說 我們就是給你穿小鞋 那我就是把你的美牛案相關的費用 全部都刪除 讓你那個怎麼樣 讓你沒辦法來推動 你法案通過 但是你沒有錢 你工作能不能做 你不能做啊 那不能做的話 那怎麼樣子 那你一定要想辦法 再來跟我們再談 那我們就跟你 上一個戰場 我們已經打輸了 但是我們另屁戰場 跟你再打一次 那你 之前是說我還美牛 你還牛 你表決你過 那我就把你預算全部都刪掉 那你過了 你沒錢做事情 那你要跟我們講 講說這個不做會怎麼樣 沒關係 那大家再來說 大家再來畫 這個是政黨的黨團通常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第三個而且最多的是 立法委員 那立法委員的話 每一個人的立法委員 可以就你關心的議題 進行比較細目的審查 如果說有的是像 對ECFA 對司法 對衛生的進行檢查 你說像我來講 我可能我就會對什麼 對教育的問題 我可能我就會看得比較詳細一點 對不對 尤其像現在12年國教 這個外面的這個什麼 緩彈力量這麼大 我要不要多用點心來那個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 委員個人也是可以進行審查這樣 我們這個查核原則來講 我們大概 你說審查要怎麼查 大概 有幾個重點 你第一個來講 最開始來講 你就跟他查說 因為我們剛才 在上課一開始就有講 講說 預算的編制 它有它的一個法律的規範 你一定要符合這個法律的規範 所以我們就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說 你是不是跟相關的法規 是不是符合 你這個編的 是不是符合這個法規的規範 因為我們政府有很多的預算來講 你比如說你教科文的支出 你一定要佔我們的總預算的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十六點幾 你編的有沒有符合這樣子 這些 那這個要做到這個的話 就是說你自己可能委員 你或者你的黨團 你要做功課 你一定要花時間去瞭解說 那相關的法規的規定是在哪裡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二個 除了合法性以外 第二個 我們就來看它的是不是 合理性 合理性是怎麼來看 通常來講 如果我的 我第一個我一定會 拿到一本預算來講 不是只有去看它數字 那個數字都阿拉伯斯沒有意義 而是說怎樣 你這個數字要跟怎麼樣 跟第一個 我想我們最應該要注意的是什麼 跟你的施政計畫是不是一致 你行政院長在那邊做施政報告之後 講了一大堆說 說什麼樣 我這樣像這樣講說 我們今年我們要照顧我們的弱勢收入 那我就來看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照顧弱勢 弱勢族群 你的社會福利支出有沒有增加 你的政府的這些計畫裡面 有哪些方案是要幫助這個 你的弱勢社會福利有沒有跟這個什麼比例 有沒有相符 這個是我們可以從這個方面來看 檢視說它的施政方針是不是一致 這個我們知道說台灣 台灣我們現在大家都在講說台灣現在是貧富差距很大 現在的薪水回到16年前 然後我們這個社會貧富懸殖越來越大 大家有沒有想說這是什麼原因 這個如果說以我們來看的話 這個台灣我們從以前從勞力密集產業 現在轉型變成資本密集產業的時候 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以前在勞力密集的時候 勞工來講 勞動生產力是一個重要的生產元素 所以你經濟成長的時候 你勞工可不可以參與分配這個 分享這個經濟成果 可以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如果轉為資本密集 技術密集以後 講一下勞工的重要 勞動力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那你經濟成果由誰來享受 當然就由資本家 台灣其實這幾年的GDP 或者是我們公司不是沒賺錢 是有賺錢只是賺的錢都分給誰 給管理階層給股東 那沒有給員工 那為什麼沒有給員工 因為怎麼樣 他現在要的是資本密集 要技術密集 你勞動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 勞動密集轉為資本密集 必然的結果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個人我也不反對 我們的產業轉型 從勞動密集轉資本密集 因為這個轉型方向是對的 只是我們認為說不好的是什麼 人家西方國家 人家也是從勞力密集 轉為資本密集 人家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沒有這個很多的社會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有 就是說你在這個轉換的過程裡面 勞工來講 他們會變成是弱勢 這個時候 政府應該要做些什麼 所得重分配啊 你要所得重分配 你要多或者要增加社會福利 或者是要 要課這個什麼 有錢人的稅 但是我們各位你去看一下 我們這幾年啊 我們的社會福利支出有沒有增加 沒有 我們這幾年 我們減稅都減誰的稅 減資方的稅啊 我們的營所稅 從25%降為17% 我們的遺產稅 從那個什麼 從50%降為10% 所以我們減稅都是減什麼 減資方的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錯的 所以才會造成我們今天來說 有錢人 夜來夜有錢 房子再貴 一間房子幾億也有人買 那窮的話 學生一個月賺22K 一輩子也買不起 一間小小的公益 這個就是說 我們從政策面來看 是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 其實預算審查有沒有它的功能 有 像這種的話你就可以來指出 這個政府 你的政策 你的方向 真的 我是覺得說 我們大家只是在罵政府 但是有時候我們真的要想 其實這是產業轉型 但是政府的政策方向不對啊 這個是我們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合理性除了說 看它是 再來就是分析性的複合程序 這個可能比較難一點 這個是一個審計協裡面的一個 插合技術 審計協裡面來講 就是分析性的複合程序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一個科目跟一個科目之間來講 會計上來講 數字上來講 它有它的關聯性啊 那我們就要用這些什麼 分析性的複合程序去看 你這個支出是不是合理啊 這個比如說 像我們 我們在看一個公司的一個財務報表 你跟我講講說 你都沒有負債 但問題是我看到說 你的利息支出是增加的 這樣合不合理 不合理啊 你利息支出會增加一定代表是什麼 你負債有增加嘛 那你報表跟我講講說 你的負債沒有負債 但是你的利息支出這麼多 那我就可以去追查說 我就分析一下 我就可以說你這個是不對的 或者你這個原因是什麼 或者是說一個公司來講 它的一個什麼 它的一個折就 它的一個什麼 固定資產增加了一大堆 但是它的折就費用沒有增加 這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啊 你固定資產增加那麼多的話 除了一種情形就是什麼 你的固定都是在12月31號那天買的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嘛 機會不大嘛 你固定資產增加那麼多 為什麼你的折就費用沒有增加 所以說這個的話 分析性複合程序 你們知道一下 但是這個如果想要 這個是審計協商的一些 這個可能對你們來講 可能會比較陌生一點 但是這個是很有用的一個查合方法 你用這種方法去查它的 政府的預算 你可以讓什麼 讓政府 讓它編預算的話 它除非它要很合理的解釋 要不然來講 它這中間可能 你可以找出很多的問題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趨勢分析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任何的預算來講 都有它的一個什麼延續性 這個單位 去年的人事費用是一千萬 在今年變成兩千萬 我們可不可以說 為什麼今年 你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或重大的計畫嗎 為什麼你的這個人事費用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就趨勢的部分來加以分析的話 這個是 你可以跟歷年來比較 是不是合理 那另外一個還有什麼 結構分析 可以透過比例 百分比來判斷 因為我們知道說 有很多的是會跟這個都會有 就像我們一般企業的財務報表裡面 你損益表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它的廣告會通常會跟什麼 跟它的銷貨收入會有一定的比例關係 你去看一下說 那你這個廣告會跟銷貨收入這個比例 是不是適當 或者是說 他們這個百分比或者是比例 是不是流動比例 速動比例是不是合理 像這種的話 都是可以幫助我們來判斷說 它的一個支出是不是合理性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要不然這個是有很多很多例子 很多可以講這樣子 那當然再來的話就是說 除了合法合理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政治性的考量 政治性考量的話 那就怎麼樣 我們就根據這個什麼 輿情的反應 這個輿情的反應 比如說像我們今年 這個十二年國教對不對 十二年國教不是各位來講 可能不曉得有沒有這麼小的小孩子 或孫子今年要考什麼 考國中畢業要考 如果有的話 這些家長大家罵得要死 那這種東西的話 遺情反應的話 那明年的預算 教育部的國教署 我們可不可以怎麼樣子 你這個政策錯誤的話 我懲罰性的把你刪除 刪除五千萬可不可以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什麼 遺情反應啊 那第二個來講什麼 政黨的立場 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個台聯來講是 反對親中的 那反對親中的話 那跟陸委會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我就是不喜歡你陸委會 在做跟中國的交流 我就要把你的這個交流費 刪除一千萬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沒有為什麼 就是你陸委會講說 你這個多必要多什麼 你必要是你的事 我就認為說 這個跟我們的立場不符 也可以把你刪除 那第三個的話 是地方需求的考量 這個尤其是那些選區域的立委啊 比如說如果我 像我是彰化人 如果我是彰化選出來的立委 我要不要幫彰化 多爭取一些預算 或者是幫彰化多講一些 這個所以有很多立委 尤其是區域的立委 他會他會特別考慮這個 地方的需求 那第四個來講就是怎麼樣 個人的需求 有些立委有沒有個人需求 有啊 有些立委來講 他本身有司法官司 有什麼 他經營八大行業 或者什麼 政見立委 浩子立委 有沒有這樣的立委 有啊 有啊 有很多這樣 那他的話 他可能他就有他個人的需求 他就 他特別要怎麼樣 那這些 我們講的是講講說審查實務啊 這個 並不是說這些都是好的都是對的 但是在實務上有沒有這樣子在做 有 我們只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那處理的階段啊 我們知道立法院的法案 其實預算案也是法案啊 預算案也是法案 所以也是要經過三讀會啊 那三讀會的話 通常在一讀會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 要提出來 你一個立法委員或你的政黨來講 你在一讀會的時候 你就要提出有相當的 這個 足夠的預算案啊 才能夠說 凸顯出來 你這個什麼委員啊 政黨的努力跟擴大影響 你 你如果說你委員 你不提案 或者是你政黨不提案 行政院最高興 你最好你都不要提 他都沒事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怎麼樣 也是要有一定的量 這是基本的 對委員對政黨的要求 你 你如果當議員的話 你一定這個的話 人家看你這個議員有沒有認真啊 你一個案子都沒提的話 只有行政院會感謝你 人民會覺得說 你到底有在做事情 沒有在做事情 然後 但是你要提足夠的量 但是也不可以太過於浮爛 例如說以前有一個委員 我就不要講說是哪個委員 他一個人就提了一千個預算案 他提案他就提了一千個 那結果被行政單位 他把他反操作是什麼 他是來跟 他為什麼提那麼多案子 他提那麼多案子 等於跟每個單位 你每個單位都要來跟我談 那他就開始有些什麼 你跟我談 好啊我這個案子 我可以策案 那個案子我可以策案 但是這個策案的話 你要用什麼跟我交換 那這個其實對委員來講 要很小心 你這個可能會被人家 反而是一個負面的 那 一讀會通常只是很簡單 那到二讀會的時候 大部分的話就是說會透過政黨協商 大家 反正各個政黨到這個時候 就是會透過政黨協商 大部分的預算案都可以獲得處理 那二讀會的時候 可能他的一個舞台 可能就是在政黨協商 那到第三讀會的時候 那就是真正的一個決定是說 我們的這一個預算的審查的一個結果 三讀會如果通過了以後 就是這個預算案就變成什麼 法定預算就已經定案了 那通常我們 我們這個三讀會的時候 我們對預算來會有幾種結果 第一個當然就是什麼 刪除啊 那刪除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說 你實際上就把它刪哪一項 或刪多少錢 那另外有一種刪除就是說 比如說我對教育部我就是說 統三百分之五 這兩種刪除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什麼 凍結啊 那各位學長的話 你們覺得 站在行政單位的話 他們會比較怕什麼 沒有 刪除預算有的時候 他們還喜歡你把它刪除 他們怕的是怕凍結啊 刪除的話 你要知道 有時候行政單位 因為他們也會有怠惰啊 他還會希望你怎麼樣子 你幫他刪除啊 刪除以後一個工作 在那邊走 到時候 人家八成這樣 沒說沒有 我都要刪他刪除 不是我不做 是立法院把我預算刪除 有沒有這樣子 有啊 所以有的 有的時候我們說 看刪除到 其實要注意 有時候刪除是 有的時候行政單位 還拜託你幫他刪除 因為他沒想要做事情 但是那個又 不做好像不行 他最好你把他刪除 他就在那邊做 然後後來人家賣 這是立法院 第二種是什麼 統三的話 現在很多立法委員會說 好吧那談一談 沒關係那我就 你這個單位 就統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或百分之五 統三好不好 統三來講 是對行政單位 他的預算 他的經費是會減少 但是有一個後遺症 如果說這個機關首長 如果說是很公正的話 那也無所謂 但是我們知道說 有些機關所長的話 你給他統三的話 是給他一種權利啊 你給他統三百分之五對不對 照理講他應該 他可不可以回去的話 是不是說 好吧我現在 我是一個機關所 我下面還有五個十個單位 我是每個單位各三百分之五 那這個好像也不能夠這樣子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那變成怎麼樣 你給我統三百分之五回來 如果這百分之五 我要三A單位 B單位C單位 那就變成是什麼 我看哪一個比較聽話 哪一個比較 哪一個我比較喜歡 哪一個比較不喜歡 反而是給什麼 給機關所長 調整號物單位的空間 所以這個如果用統三的話 也要注意啊 那凍結的話 我個人凍結是 行政單位比較害怕的一個決定 凍結不代表刪除啊 那你行政單位 事情你還是要做啊 對不對 但是你事情要做的話 我幫你凍結的話 給你凍結的話 凍結三個月 或凍結半年 會壓縮到什麼 你事情還是要做 但問題是會壓縮到你執行的期間啊 所以很多單位的話 他們會很怕凍結 因為凍結的話 他事情還是要做 但是他的執行期間 如果被壓縮到做不好 又執行力低的時候 他到時候審計部又會K他 所以我個人來講 在這整個的預算裡面的處理的時候 我認為說 凍結是一個比較 對行政單位是一個 比較嚇阻的作用這樣 好 那我們剩下最後來講 就是結以本來我是要跟大家講 這三個主題 但是這三個主題是比較 心得式的分享的話 比較沒有什麼 因為時間剛剛好 現在剩下差不多三分鐘啦 我認為說 我們結以的話 這個理性預算是不是天荒夜譚 我們會期待說這個理性預算 在這個協理上來講 理性預算是指的是說 我們預算如果說能夠說 透過很多的合理的程序 還有各個政治勢力的這些 的bargain的這些角力了以後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經費 他的邊際效益是相等的 因為你今天來講 你這個比如說國民黨你要的這一個 民進黨不贊成 民進黨不贊成 那大家最後取得一個協調的話 應該是什麼 大家都可以認可 那應該是邊際效益是相等的 那如果是相等的話 這代表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理性預算啦 這個理論上來講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學理說 預算 理性預算 這樣是可以讓國家的支援 最合理的應用 但是這個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它是有點天光夜譚 因為各個政治勢力的角力 還有這些未必是能夠說 達到說最理想的狀況 那第二個是 見證預算的迷思啊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們預算每年這些 重複性的預算這個 而且這些審查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怎麼做 一個方法就是說 過去的這些 其實有一些基本 像每年都 比如說像各單位的人事會用 如果沒有什麼變化的話 這人事會用 要不要審查 不用審查 都是一樣的嘛 公務員的人數都一樣的話 就不要審查 那我們其實是只有增加 就見證的部分我們來審查 那這樣是增加預算審查的效率 這是一個 見證預算的一個主要 但是這個方法也有它的迷思啊 我認為說 這個的話 你如果說是只有說 增加的部分 你要審查 那些都不審查 那你變成是 你沒有這個效率 所以這個在後來 又發展出來 凌基預算 各種的預算 也認為說都把它推翻掉 那第三個就是 有字天書難把關啊 這個今天三個小時 跟大家做了一些 有關預算的介紹 說起來來說 我會覺得說 這個預算是一個 不是無字天書 是有字天書啊 這個我不知道各位三個小時聽了 是不是對預算比較有個概念 那像我自己來講 本身是學會計的 而且也從事會計師的查障工作 也在學校也教審計學 教這麼久 我還是認為說 這個有字天書的話 要把關其實還是有很大 因為它的難度難在哪裡 因為這個預算來講 不是只有單純的一個 會計的專業問題 還有它的一個政治性的這些問題 然後這個政治性的問題裡面 還有很多是什麼樣 他們這些 我們如果說 一般在審計上想講的就是說 管理人舞弊的問題 它本身來講就是 這個預算裡面 就是要做一些 藏一些東西讓你找不到 所以這裡面 要讓我們這個 有預算的把關的話 還是 這個未來的路 還有很多要走的地方 那今天這個課程 就跟大家 但是我想 那個老師交代說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 這個現場的問題這樣 來請 剛才老師說 那個刪除那個預算 那如果被刪除掉的話 以後還可不可以再提出這樣的議題 那以後年度當然以後 因為我們預算是一個年度一個年度 那以後年度他要再提 他行政單位他可以再提 但是如果說 在這一個預算裡面來講 他如果被刪除 今年度的預算如果被刪除了 就刪除了 他就沒有了 除非他怎麼樣 除非他富裕 富裕的話 看富裕有沒有成功 如果富裕沒有成功的話 他刪除就刪除了 那 大概法律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好 來請 這個政府齁很費裂 歐落募勢嘛 他現在淺藏負債17兆 實際只20多兆 我們現在要怎麼填補 這個虧空的 不過我想既然要講到淺藏負債齁 不過這裡面來講 這是淺藏負債 我們17兆 如果說 我們現在有估計 包括連我們這個什麼 健保勞保在黑洞下來 是到21兆 所以我說台灣來講 這個是希臘化 這是很有可能 但是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台灣有這個危機 但是也還不是 我們要趕快來準備 因為大家要知道說 淺藏負債跟負債不一樣 負債是說我現在欠利的 然後淺藏負債是說 我有可能的負債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有一個小孩子 我因為說 我小孩要來 栽培到大學畢業 搞不好要花300萬 那 這個300萬來講 可能就是我的什麼 我的淺藏負債 但是 我如果說 我小孩子 我讓小孩畢業 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 就沒有在念書的話 我 我北部的航班做不到 不然你去就 有孩子的工 有三個工 我這300萬的負債 就不會發生 所以這個淺藏負債的意義 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可能 會發生這個負債 就像我小孩 我有一個小孩 我估計說 念到大學畢業 要300萬 這300萬 對我就是一個淺藏負債 但是 這個並不是我正在 目前現在的負債 那當然 我們現在是說 這個淺藏負債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會覺得 我們就是說 要做這個財務的改變 當然這個如果說 要做下去 這個講下去 我們另外再安排三個小時來講 不過很謝謝你 你講這個的話 這是台灣的危機 但是 這裡面可能大家有個觀點 對啊對啊 來請 請問淺藏負債 不是一些 我們有一些 那個 居金 像 像 勞保基金 對 都拿用過去 對 胡蘭的拿用 那這個 難道就沒有行責可以追究嗎 有啊 其實台灣 台灣要追究這些事情太多 你說包括 剛才有人說到 黨產說到現在 這太多了啊 你的淺藏負債 包括像我們這個 勞保 勞保這個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 淺藏負債就很大 我們健保勞 我們估計 對啊 這些的話 一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 這個勞保健保 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哪天就 我們就不再 不再辦這個勞保健保 不再給付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但問題是說 這個是我們要的嗎 你剛才講的是 過去的那些舞弊 那個是 那個是有沒有舞弊 那是過去 而且是正式的 跟淺藏負債是不一樣 淺藏負債是有可能的 或有負債 但是你剛才講 有沒有羅用 有沒有舞弊 那是有沒有發生 那個是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要去查 對啊 那如果真的要查的話 那真的是 有很多的問題這樣子 好 謝謝 來不然最後一位 沒關係 我們就大概 不好意思 耽誤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我想我們就讓我們的同學 來 請 老師好 你好 我覺得我們 我們企業 他經常企業賺錢 他做五萬 他的賺錢 也是我們 劉工 貢獻的技術 技術 努力 我們 民間的消費 他才有賺錢 結果他很賺錢 就在外國 啊 劉工 台風又賣 還沒有 還沒有 照顧 照顧我們的百姓 我告訴我們政府呢 要 政府 你賺多少錢 拿幾趴 起來齁 好 照顧我們的百姓 警方 讓政府的老稅 找不到 我們政府沒辦法做 欸 這個六天 一千五年 都撤水都找不到 啊 王英慶 什麼 衛山水 六個 還沒中 我們政府應該怎麼做 好 好 謝謝 我想我們這個同學長 他的意見很好 我個人都很贊成啦 但是我知道 我們下一節還有 還有下一節課齁 但是 我想你的意見 我覺得很好 大家都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今天很感謝大家 上這個課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議員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賴校長賴立委 帶來精采的演講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現在有發DM 一個人拿三張 一個人拿三張 這是新的DM 下課休息十分鐘 一個人拿三張 予出 CAL 這個 那 我們 我們 都 是 這 你